机车昨天上被放了两枚硬币超显眼 一般来说要骑车拿起来就好 但农历七月时机敏感 骑士的家人要他别乱捡 让他心里瞬间发毛 上网求救怎么办 没听过啊 没什么概念 只要他提一个落下就好了 我们就不要放在口袋里就好了 硬币招二运真没听过 但民众不敢碰怎么骑车 有网友建议大力翻开车箱 把他弹掉 还有人建议干脆丢到公泽箱 让神明跟他正面对决 民族专家建议遇到这类情形 最好小心 专家说来路不明的钱财别乱捡 如果碰上这类诡异硬币 交给附近庙方让师傅做处理 当坐香油前自己也能安心不少 但也有老人家见多试广 直呼这是跟好兄弟沟通的道具 问好兄弟吃饱了没 竟然还能用钱币拔杯 鬼约祭祭白白款 民众也不必过度担心 否则还没出犯禁忌 恐怕就先把自己吓坏 记得张佑茨临川 有淘台北参访报道 人生日前行 人生日後 checks报道 鈴辑